好 马上就要收盘了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收屏 收屏之前的话 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学习班的事情 首先感谢大家对射手的厚爱与支持 那么的话私教这一块 目前请大家不要再报名了 已经满了 今天的话还有朋友在私信里面说 他要报那个私教 还说老师你难道有钱还不挣吗 对吧 这是他私聊的原话 是不是说射手傻 其实大家接触射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应该明白 射手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之所以说的 设的门槛 设的什么名额 是为大家负责 那精力有限 个人的精力 所以的话他不可能弄得太多 那就超过了什么 超过了我的负荷 我也要对每个人负责 所以的话 这是我们设门槛的原因 但是因为小儿童交费的通道 它没有关闭的这项功能 所以我们只能够请后台的工作人员 就把他的那个价格修改为了八万八千八 结果上午居然还有两位朋友 他也去购买了 所以的话我们是已经退款给他 并且跟他再三的说明了这个原因 对吧 确实是已经爆满了 我也知道大家是非常的支持射手 所以在这里再次的向他们表示感谢 好吧 但是确实是名额已经爆满了 所以这个私教的话 暂时大家就不要报了 由于私教它是打的一个通票 是可以参与学习班的 所以目前学习班呢 还剩下几个名额 那如果还没有报学习班的 有这个意向的 那就请您赶紧的报名 因为我们学习班的这个报名 也马上就截止了 因为明天我们就正式 明天晚上就开课了 明天晚上的七点半钟 射手会在直播间里面 恭贺大家的光临 好吧 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见不散 那已经报名了的 大家也不用担心 客服务它会后面一对一的 给您发放进这个直播间的听课码 好不好 大家就安心的等待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个学习班的事情 学习班也就只有今年只有这一次 确实也是因为个人时间有限 好吧 也是为了配合大家 做出这个行情 这是昨天收笔里面重复的 我们就不再去讲了 好 先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 那大盘呢 现在在这里苦苦的挣扎 对吧 一直在守什么 守这个地方 那这只是属于什么 这根基柱的一个实底 它目前只是左侧有底 但是右侧没有出什么阳线的确认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个阴帅的话 它已经被干掉了 这就叫什么 我们把它再三的放大 这里的跳空的这一段 我把上面的线也去掉 这样看得清楚一些 大家 好 在这一天没有走出来之前 我们是在观察 中间的这一个跳空 如果不补 它有没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阴帅 对吧 因为它出了一个跳空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变成了蓝色 这是在这个软件上面 而你们黑色背景的里面 是变成了黄色 那这个就叫做什么 有效的回补 因为它是实体回补 明白了吧 所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目前来说 它只是一个左侧优敌 但是没有出现一个什么 次阳 没有出现一根王牌柱 所以它依然需要等建稿 但是射手跟大家讲过 周二是一个变盘节点 它在这里没有出次阳的话 我们预计 应该就会在大概周五左右 那接下来是就可以告诉大家 这一段 尤其是下面这个缺 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的位置 那次阳是大概率会产生在这里 那至于这里的刹车 究竟能不能够打到高量底 就需要我们去观察了 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将成为短期大盘调整的一个极限 您看量能也是已经慢慢的开始萎缩到了极致 对吧 这一波上来暂时没有特殊情况 你是很难什么指望指数的这个缩量 可以缩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目前这个形态它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往左看 那大盘即将在这里完成一个什么 过峰保顶的动作 它的时顶与时底在这个区间 对吧 我方便大家看 先去掉一条线 就以顶来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的话大家就要明白 在这个地方 它要么就产生一个什么 过峰保顶上去 那如果把这个峰顶线给跌破了呢 那它就会什么 你就要等着它 二次在下面做了建构 重新再上 来站稳这根峰顶线 那这个就叫做什么 二号站法 二次站上 为什么叫二次 因为首次过 它往往有回落 那看住第一波 来参与第二波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这个参与 是要以它作为标的 而不是以什么 这里的次阳 来作为一个标的 一定要搞清楚 这是针对于新人朋友 那为什么说 当下的这个建构很重要 它就牵涉到了一点 不管它是什么 咱们炒股一定要炒提前量 不管它在这里是破底 形成一个二号站法 还是什么 保顶成功 掉头往上 那么过峰 保顶 以及二号站法的票 将在未来 批量的增多 我们就不要等那天的次阳出来了 然后再来讲这个模型 所以我们当下的选股 在参考的什么 捕鱼的模型里面 咱们就一定优选这种模型 二号站法的 以及什么 过峰保顶的 在鱼池里面 我们就优选这种 甚至于什么 还有一些 它是濒临城下 即将什么 过峰 它就很有可能逮到这个时间节点 产生一个什么 批量的走行情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打这个提前量 但是我们不需要纠结的是什么 就是说咱们不要钻牛九尖 什么意思 那就说 那究竟过峰保顶强 那还是什么 二号站法强 还是什么 从下面直接冲锋上去的 哪种方式最强 不一定 这个要看个股 那在这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想 比如说这是A 第一种 它在这里出了一个次阳 但是这个次阳 磨磨唧唧 磨到最后 好 终于在这里 来了一个涨停 好 这是A 那B呢 它在这里盘啊盘啊盘啊盘 哦 它跌破了 跌破了之后 它还什么 突然来个长阴矮柱 跌停 够凶吧 结果次日呢 涨停反暴 你没来得及 它接着干嘛 它打一字板上去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究竟是过峰保顶强 还是您告诉我 是二号站法强 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要看个股 好吧 它没有哪个 一定是说哪种模式 就强于哪种模式 那另外一种的话 它在这里一路的下跌 不是一路的下跌 它还说很缓慢的上涨 它压根就没有过峰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又下去了 对 学了的朋友 他就知道 那这里是不是就开始有了一个什么 凹口有鞋少 那利润呢 它多又多 它在这里就出连扬 甚至连板 那您能说 ABC 孰强孰弱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根据什么 自己的一个个股来 那射手是提前已经跟大家解读了 后面可能存在的这个模式 那咱们在选鱼的时候 就留一个心眼 什么 去看 这是刚好是讲的 这几种模式当中的一种 那我把它收集起来 好好的什么 观察 那真到了那天 谁率先敢动 是不是我们就干谁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样选出来的 好 这里就是讲的一个大盘 它的一个情况 好吧 好 那讲完了大盘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板块指数 板块指数里面 今天涨停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鱼齿不用天天天 还是他们 但是重点 我们今天想讲一下房地产 大家有没有想过 是否在哪一天讲过的 如果券商下来 后面的蓝筹有可能接地 最有可能的是谁 是不是讲的房地产 那房地产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蓝筹当中 重中去优选的一个品种 好 那概念板块 大家也知道 那只要它一上 那跟随着肯定就是类似于 什么关联的板块 智慧城市 物联网还有一个什么物业管理 对不对 那就是他们 那房地产一下去了 你比如说科技内的上去 那是不是就又是什么 人工智能 机器人 等等那些就来了 所以它就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当中 我们就关键什么 要来看个股 那个股 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学 那在这里 就大盘 目前的回调当中 我们是讲过 一个长盈矮柱的 一个什么 去做强势股的回调 对吧 OK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那这个票叫做鱼开发 那这个鱼开发呢 它在这里 前面放了高亮 对吧 那没有继续上 你说这天 虽然这根高亮的假银针牙 略低于前面的什么 这根高亮柱 我们姑且把它看成什么 摆高吧 那它也是没有站稳 是不是就下来 结果一下来 它就来了一个长盈矮柱 跌到不能再跌 跌停 那缩呢 缩得非常漂亮 为什么 它出现了下跌当中的极品 直接缩背 OK 直接缩背 请问可不可以买 您家里有矿 就可以自变 对不对 它没有任何信号 它与增量音一样 它只是一个下跌当中的 异动 我们需要什么 去跟踪 然后呢 等待标准 来开枪 好 结果在这里 来了一根 什么 次仰 是不是过了音半 这个音半是多少 我们放大了来看 那这个音半 它是不是是 四块一毛吧 好 它就来了一根什么 次仰 过音半 但是未过其尸顶 而且 是不是只过去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态度 是不是还差了一点 那按照口诀来说 过音半可以试着干 但是可不可以跌破这里 它就不能跌破这里 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 需要后面出次仰 回踩不破 盖尸顶 才行 对不对 因为它盖了尸顶 是不是 接下来 它就要什么 搬运筹码 攻打这里的强压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来的 好 所以我们接着看 它没有什么态度 没有站稳二一 反而下去了 那既然它选择弱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看好它的什么 大音的尸顶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过了阴半 如果没有开枪的 那我们不敢开枪 那如果是当天跟了的 那是不是我们也不慌着什么 不慌着去割肉 为什么 这里是不是这两天强调过 是一个阴线战法 站稳的其尸顶 它会有攻打二一与尸顶的动作 因为它做出了什么 它是不是做出了一个 侦察兵的动作 对不对 那甚至于什么 只要咱们的仓位不中 我还可以在这里什么 补一点点仓 只要总体的仓位 控制在什么 三一仓之内 就是OK的 那当然跌破了这里 那我就无条件的止损 买点即为卖点 那如果不是呢 我就反向操作 再加仓三一 是不是就是这么定预案的 对吧 上与下的预案 好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 那你想 它首先过了阴半 您不能说它是个假扬吧 对吧 我们是说什么 分时全天三分之二的时间 运行在零轴的下方 为假扬 当天的扬线实体 过不了鬼门关 是为什么 假扬 那这个鬼门关 是否指的 一定是左侧 是大阴或者跌停 如果你拿一个什么 拿一个三个多点的小阴线 你在这里 哎呀 它的鬼门关 它的什么什么 是不是就没有意义 对吧 好 那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我们就知道 那既然它是一根什么 真扬 那我们就看好了 它的什么 实底不破 能否做王牌 那做王牌 最终一定要站稳 是不是要站稳 这个阴的实底 盖过它的顶才行 这是不是就是 阴当上的标准 OK 那所以王牌键 等三天 三五八天 方线选 这是第一天 那我们接着看 直接来了一个梯子板 对不对 那这个梯子板 可能迅雷不及掩耳 如果我们没有低息 或者前面在这里 没有上车 那这个板 可能我们就错过了 OK 那既然错过了 我们接着看 它是不是紧跟着 就应当看它了 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它的标准 因为它的当天涨停 刚好什么 打到了这根假阴真阳的实底 好 我们把下面的这个线都去掉 那接着看 它有没有站稳实底 这一天只是平时底 但是它也不可能再涨了 它毕竟是个什么 主板的票 它只能涨10% 你能怎么样 你硬要它涨出11%出来 那不可能 所以它就什么 过不是过 这是不是就叫做回踩不破 所以关于讲到口诀这 我也希望还是有些新人朋友 他可能不了解 他老实说 老实你把所有的口诀整理出来 然后的话方便我去记忆 口诀不是让你背的 死记忆背的东西没有用 它每一句口诀对应的什么 它都是一个相应的战法 你要把这中间的核心弄懂了 口诀你自然就记得住 否则的话 它有些人背去口诀了 那是什么 那叫一个顺 但是到实操当中 它完全是蒙圈的 那你记了那么多口诀 有什么用呢 又不是让你什么 去说书讲相声 对不对 好 所以它在这里就站稳了 那站稳了之后 你想一样的道理 我在这里知道 十底二一与十顶 到了这里难道就换了吗 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接下来 就应当是打它的什么 二一四块七冒五 好 我们把下面的线先去掉 这样方便一些 好 那你看一下 请问它直接跳空在二一之上 是不是就来了一个涨停 过了阴顶了 所以你想 我们按标准 在这里开始什么 跟桩 是不是按标准 来定进与退 那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 没关系 它后面还有两个涨停 天知道 谁知道 如果说知道 我觉得那是什么 唬人的 所以从来涉水都是说 我们只按标准进 按标准出 那能不能够涨停 或者怎么样 那是不是主力的事情 那主力它也要察言观色 那主力它是不是也要看天吃饭 那大盘不好 它一般的情况 它也不愿意什么 逆势拉伸的 这讲的 请问是不是 就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活学 活用 好不好 好 那这种有强 它也有弱 但是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讲的 早两天在文章里面跟大家讲的阴线战法 以及什么长阴矮柱的洗盘 它是有适用性的 我们再看一只骨 好吧 我们再看一只骨 您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样 对吧 好 我们把周围的多的线都去掉 这里来的一根阴 这根阳有没有盖阴半 但是呢 它未过十顶 那我们看清楚了 这根阴只有四个多点 所以这根阴不大 对不对 那就起码什么 你一定要盖着它的十顶 是不是才可靠 好 结果我们看第二天 它有没有盖十顶 它没有盖十顶 那它反而跌了 那跌了的话 那我们就看好什么 它的十顶不破 为什么要这样去看 一样的道理 它是一根次阳 过了阴半 但是它比较弱 它不强 没有态度 我指的态度是 在这里它不是涨停 或者是大阳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不能够排除什么 看它能否成为一个王牌柱 那五个标准里面 讲的清清楚楚 里面是有一种叫做什么 卧底王牌 什么叫卧底王牌 我刹车它很弱 哎 慢慢的走着走着 我就变强了 是不是才会有 油弱 转强的这个节奏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的话 我王牌剑等三天 我就要观察 第一天 对吧 这是 好 那我就看 它的底能不能够保得住 你看第二天 宝门保住啊 是不是它就来了一个阳盖阴啊 那到目前来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刹车了 那紧跟着 是不是我们就上看一线 看这根阴的实底与二一 就用刚才相同的一模一样的方法呢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虽然在这个地方处的这个比较弱的 它是不是在高亮顶之上啊 那高亮顶之上 只要不破它 我可以做波段 但是我用得着有太多的担心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主控 当然它旁边还有一根封顶线 那这个我们就不去细说了 好吧 好 那再看 它也是什么 软件服务 那您看一下这个 跌停后面来了一个什么 长腿彩线 是不是黑丝袜 对吧 那我们说过后面一句话叫什么 叫做零号腾空抱回家 它踩线踩在哪里 它有没有跌破这个基础 好 那我们就紧跟着看 它虽然没有腾空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羊盖音的动作 那我想请问 这是不是一根刺羊 当然 这根刺羊当天只长了0.75 所以很明显 依然属于什么 没有建构 是不是跟目前的大盘一样 属于什么 左侧有底 但是右侧呢 它还没有建构 好 于是乎 那我们就继续等 结果一等 哎呀 这个阻力挺缺德 它吃相难看 直接干了一个什么 干了一个一字板 那一字板虽然我们上不了车 那要不要跟踪 起码我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地方的态度 它已经出来了 那出来的话 那你想 它是一根高亮柱 它的顶过不了 能涨吗 那一字板很明显 已经打过了它的虚底 那紧跟着 是不是应当去打它的实底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 请问它是不是跳红在实底之上 过不是过 回踩不破 跳头 是不是就过了它的二亿 那你想 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 当然 它同时在这一天 它也形成了一个什么 高亮不破 对不对 好 那你想 这一天是什么 未过其实底 那这一天就是什么 过不是过 回踩不破 你说这个主力稳不稳健 好 那这一天的涨停 打过了什么 它的二亿 四块八毛五 对不对 那我们在想 主力的相似性 它是不是依然也需要 过不是过 回踩不破 调头向上 才行呢 那今天是否为过不是过 回踩不破二一 涨停 过十顶 价板 亮缩 而它是不是就是房地产 物业管理概念 对吧 其实这样的 还有很多 那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说了 大家可以到房地产 里面去找一找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 还有两支票 是需要大家仔细的去看一看的 第一个是 这个票我们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 可以用涨停来形容的 好吧 那这个我们把它去掉 您要看清楚一下 结合一下我们前面 关键性的一个课程 这一次的学习班 我们会重点的来进行一个讲解 那虽然它在目前来说 这里是没有机会的 两个一字板 那很快就会面临了一个机会 这个后面才是我们的一个关键 那懂得战略去看牛的 那您就去好好地跟踪一下 好吧 这个我也不方便 讲得太仔细了 毕竟我们说过 这不是给予 好 那另外 有些案例你看懂了 是不是一样的按照标准来的 昨天的收评里面 是否是不是讲了一支票 因为最近老是在讲什么 问的也比较多 不是问老百姓 就是问科森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问 因为很有可能 有些朋友 我是说没有标准 他买了 但是他买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 你说这又是何苦 长了吧 你也想问 为什么 你怕他跌 那跌了的话 那您更想问 为什么 你已经被套了 那明明是找烦恼 咱们为什么要自询烦恼 为什么不去做认知之类的 对吧 我看不懂 我可以先学 学会了 咱们用清仓练练手 不错了 我再转入石盘 这个不好吗 对不对 好 我们讲一下科森科技 这是不是昨天才说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看清楚一点 什么 这里出次扬 它的后面 是不是打回来的机会 都是你介入的机会 你看它的黄金线 是不是是机会 你可不可以去低息 对吧 那今天能不能够封板 是不是主力的事情 那我们说过 这个主力 它是一个什么 它除了是凶悍 它是个脚装 为什么这个票 我们贴出个留言 它有多位朋友讨论 它最狡猾就狡猾在这里 它把他的石给跌破了 但是未破他的虚 是不是昨天射手 讲了中间的这个原因 所以你说 它真真正正主力 在不在乎这里 它在乎这里 但是就是让你拿不住 就是让你在这里 交出筹码 所以它随即什么收回 那您说 接下来 它是不是常态来说 是应该要打过这里的 那如果打不过这里 那咱们就什么 结合一下 那打过了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高看了 但是您千万别什么 当然射手希望 它在这里就打几连板 对不对 但是我也知道 这个咱们不应该有这种非分之想 因为此处只为刹车 那么这里应当换挡 换挡后面还有回落 然后才是什么 加油 好不好 所以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是止住到现 我们按标准进 按标准出 能不能够涨停 拿不拿得到涨停 咱们报个平常心 那是主力的事情 我们也不可能因为一支票 就什么 咸鱼翻身 我们就不断的重复买点 不断的做大概率盈利的事情 才能够做到什么 复利为王 稳定盈利 好不好 好了 那关于今天收屏的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